18号的凌晨5点左右 李姓男子和他的两名友人 在华林市明里路上的一家酒吧 饮酒和店内的女服务生相谈甚欢 但没有想到引起了别桌酒客的不满 表示遭到了冷落 双方因此发生了口角 对方一气之下持刀冲进店内 砍伤了李姓男子和他的友人 警方拒报之后也成立了专案小组 在不到12个小时之内 就将涉嫌人逮捕归案 并且以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 从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见 一名男子在进入酒吧后 就直直冲往特定对象回刀乱砍 随后逃出店外拔腿狂奔 这夸张的行径看似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没想到却只是因为感觉 受到女服务生的冷落 他肯定中两刀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有三名的民众 分别背部腰部以及手上有多数的刀伤 那我们立即给予心理伤口脂血包扎 那两侧生命真相 患者的意识清楚 生命真相稳定 那我们立即后送慈悉医院 这起砍人事件发生在18号凌晨5点左右 理性男子和他的两名友人 在花莲市迷离路上的一间酒吧饮酒 并与店内的女服务生相谈甚欢 但没想到却引起别桌酒客不满 表示遭到冷落 双方因此发生口角 对方一气之下迟到冲进店内 砍上理性男子和他的另外两名友人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不到12小时就将涉嫌人逮捕到案 那时候经过积极的调查 我们立即掌握涉嫌人的身份 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那在当日16时许 我们此检察官签发的鞠票 将两名涉嫌人居提到案 那初步调查 双方疑是因为店内服务小姐引发争端 那涉嫌人心生不满后 持刀伤害这个被害人 那千万我们会依照刑法 杀人未遂罪前来做一个移送侦办 受伤的三人在松医治疗后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检警也在12小时内迅速锁定嫌犯身份 并在当天下午就顺利将涉嫌人逮捕归案 并且依杀人未遂移送法办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